各位早安 各位早安 今天是7月26號, 星期六 文賢早安 上文早安 放假出門, 也要記得帶白謝 沒錯, 預測會有幾陣的趙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度是31度 催和援南至東南風 只望星期日, 仍然有幾陣的趙雨 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 接著看看今早的新聞提搖 亞爾及利亞客機空難 初步相信是跟天氣惡劣出事 但法國還未能排除恐怖襲擊等因素 岸培晉三到訪墨西哥 分析說是跟中國爭奪在中南美的影響力 環發單車賽第十九站 立陶宛車手奪得冠軍 詳細的新聞內容 亞爾及利亞航空客機在馬里墜毀 機上超過110人全部死亡 客機其中一個黑盒已經找回 初步相信客機因為天氣惡劣出事 但法國說現階段 未能排除恐怖襲擊等因素 法國等多國的救援隊伍 相繼港底馬里靠近 布基納法索邊境的客機最毀現場 機體幾乎粉碎 看不到機翼或機尾等較大件的殘骸 部分碎片出現扭曲 同有焚燒過的痕跡 法國方面說 殘骸分佈是一個比較小的範圍 相信客機在墜毀一刻解體 可能是惡劣天氣導致 而客機其中一個黑盒已經找回 將會分析數據了解事故原因 機上超過110個乘客和機員全部死亡 部機納法索就說 不少遺體嚴重殘缺 辨認工作將會相當困難 法國外長發比游斯說 由於客機在偏僻的方目墜毀 救援人員會盡力將怨難者遺體 在最短的時間運到鄰近城市加澳 以便能夠更好保存遺體 並作初步的鑑證工作 內政部長卡納澤夫說 現階段不能夠排除恐怖襲擊等其他原因 法新社引述西班牙一個機師工會說 出事客機的兩個機師都是以臨時合約受拼 但強調兩人都有豐富的飛行經驗 墜毀的亞航客機由布基納法索首都 雅加道古起飛前往亞爾及里亞首都亞爾及爾 但星期四凌晨起飛沒多久 就因為天氣惡劣請求改變行道 之後更加在雷達消失 亞爾及里亞和布基納法索就聚機事故 在星期五起分別全國哀悼三天和兩天 無線電視記者林卓妍報導 台灣澎湖空難 客機大部份的殘骸已移離現場 當局發現墜機現場附近一個樹林 有失事客機的碎片 相信那是客機墜落地面的第一個撞擊點 失事客機殘骸陸續清走 最大一個連接機翼的引擎 下午也由吊車運去空軍基地重組 以了解失事原因 調查今次事故的非安會公布 在失事地點西南方500米的樹林 發現失事客機的碎片 樹梢亦都有被削斷的痕跡 懷疑客機可能先撞到樹林 再撞向西溪村的民房 警方已封鎖樹林調查搜證 有台灣航空界人士從殘骸的位置推斷 機師當時看不到跑道 向控制塔要求重飛 但準備重飛時突然發現有民居 但已經閃避不及 而當時機場能見到 在幾分鐘內突然轉差 成為調查關鍵 大家都把這個重點弄在天氣 絕對可能天氣也是非常巨大的變化 管制人在最後發尋核的時候 天氣是OK的 7點給了天氣以後 可能有一些變化 等到7點06分就聯絡不上了 空難造成48人死亡 部分遇難者遺體 由軍機移送高雄 墜毀客機所屬的復興航空 董事長林明星到澎湖殯儀館致祭 又向家屬鞠躬道歉 非安會正解讀兩個黑盒中的資料 來自法國和加拿大的專家 也會加入調查 非安會呼籲各界在黑盒未解讀之前 不要任意猜測事故原因 無線電視機者劉偉軒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到訪墨西哥 展開中南美訪問行程 討論經貿合作 分析說安倍緊接國家主席 習近平走訪中南美 是為了與中國爭奪在當地的影響力 並且拉攏各國支持 日本解禁集體智慧權 安倍同富人搭專機 當地星期五抵達首都墨西哥城 展開中南美訪問行程 墨西哥總統聶托為他們 舉行歡迎儀式 兩人之後舉行雙邊會談 與二家強能源開發等領域合作 安倍在會上亦都向聶托解釋 日本解禁集體智慧權等問題 尋求對方理解 雙方會後簽署多份合作文件 安倍是近十年第一位訪問 拉美的日本首相 同行的包括七十幾個日本商界代表 在一年十幾天的行程中 安倍還會出訪特納尼達和多巴哥 哥倫比亞 智利和巴西 加強日本與拉美國家經貿合作 在這一片擁有6億人口的資源 大陸中分一杯羹 固然是安倍此行的主要目的 並為明年選舉聯合國安理會 非常任理事國爭取支持 無線電視記者鄧妖媛報道 英國下議院據報將就中英聯合聲明 實施情況進行質詢 在北京 外交部敦促英國停止干涉香港事務 並且提出嚴正交涉 外交部發言人洪雷說 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實踐取得公認的成功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 以任何藉口插手 批評英國下議院的做法 在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洪雷表示 中方已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 敦促英國尊重中方的立場 確守承諾 停止干涉香港事務 維護中英關係健康發展 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 到中國藏學中心條言 令計劃說 黨書記習近平對涉藏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為藏學研究深入發展指明方向 令計劃的哥哥 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計劃 6月因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正是接受組織調查 外界關注令計劃會否受到牽連 環化單車賽第19站 立陶宛車手 保納華道斯卡斯奪得冠軍 而意大利的尼巴利 繼續在總成績領先 這站全長208.5公里 以平路為主 只有一個上山路段 這站有一個平時比較少見的觀眾 鬥到尾段下雨有五個車手大出 最後13公里 這站唯一的上山路段 成為分站冠軍 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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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